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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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经济上大力鼓励工商业发展 文化上重视科举考试 为朝鲜王朝输送更多人才 外交上继续对明朝保持宗藩关系等 因此朝鲜王朝在朝鲜士族的统治下继承了齐富士宗大王的成功 进一步繁荣富强是朝鲜王朝的鼎盛时期 其文治武功卓越与齐富士宗大王相比毫不逊色 公元1468年成化四年 在位13年的朝鲜士族李柔定氏 终年51岁